欣宜 請幫我們拿一下輕盈的麥克風好不好 我們麥克風在這裡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高雄的朋友很久不見 大家好 下次來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一年了 對 真的 一年見一次牛郎池女一樣 好 其實一出場 我覺得欣宜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有戲劇作品要跟大家見面了 對 我就是現在拍攝東森電視台的朋友 我的17歲 是 然後在記的4月9號 在東森總結 4月9號 我今天 4月10號才是東森 對 我早上出門有看了 所以等於就是說下個6日 對 6日都會在電視台跟大家見面 是 所以大家一定務必鎖定 還是沒看到接看東森 對 對 好啦 這是接下來的戲劇作品 但是我們回歸到主題 這一次呢 新影代言華哥 除了有內衣的部分還有下班時間 對 這一次是讓我覺得 很有信心感 然後我覺得非常不小心 因為我其實在兩年多前 我開始嘗試 不要敲二郎的隊 對 然後因為我開始覺得 我的腹部有點歪 然後保持我的脊椎也有點歪 是 就是有長輩這樣 然後他就說女朋友 那天翹腳了 對 真的翹二郎腿啊 很多人都會翹腳 對 立刻發現 這邊的骨盆會跑出來 所以會讓你的 骨盆看起來更寬 對 所以我就是切了兩葉 然後我現在已經沒有 翹腳的習慣了 然後我開始就覺得 好像應該可以再讓它更緊 更緊緻 是 再更矮一點 所以那時候 華哥就說 這一次 我們可能要 要開始穿 鎖鎖鎖鎖鎖 那時候聽到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 把你穿鎖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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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鎖 想像中的 內褲跟修飾褲則依來穿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妳現在挑選內褲的重點 會放在哪裡 因為其實以前都會看 怎樣夠可愛啊 更性感啊或是什麼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完全 舒適度是排第一 是 再來就是女孩子非常在意的 痕 因為其實大家現在都習慣穿 緊身的褲子或是leggy外穿 或甚至是比較貼的裙子 那其實如果內褲沒有無痕的話 其實蠻害羞的 對 所以妳現在挑選內褲 第一個 無痕 再來 我們剛剛跟大家提到 舒適度 透氣度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翹臀的恐怕 翹臀 對 因為地心有力的關係嘛 其實妳再怎麼去刻自己 它就總是會垮 那妳為什麼能不能挑一些 很舒服的 是的 而且可以幫助妳的腰桿自然挺直 這就是很重要的啦 好 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我們有一些小禮物 要請吸引送給各位 好不好 好 來 問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我去拿一下禮物